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在看这节课之前,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上一节课讲的是什么呢 上一节课主要是说我们这个SaaS官网的这样一个 我们查看了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需求,所有的一个页面 然后提取出了我们的公共的一些部分和这个私有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实现搭建好了我们这个SaaS的一个目录结构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我们整个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主要是简单的以下这个Reset的一个功能和这个Normalize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来实现一下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公共部分的一个代码 一个样式 好,我们来直接看代码 好,先打开我们的 我们还是先让它跑起来 CMD 好,先跑起来 当然,老规矩,我们还是要先打开我们的这样一个SaaS专网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实现的一个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做什么呢 好,看一下 好,注意了 上节课里面呢,我们在这个MAN里面引入了三个文件 但是我们所立备的一个一些样式的一个重置还没有使用 为什么没有使用呢 因为在上节课之中主要是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行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就没有设计的那一块 好,这样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来实现这个的一个书写 来比较好看 好,我们推荐的书写是 每一行一个,引用一个这样一个库 然后呢,把逗号打在D 下一行的一个横手 然后再来使用 好,我们要引入什么呢 我们要引入内奥这样一个块 然后这个分号的话,给达到下一行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随便注视其中一行 而不影响其他的一些改动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这种写一个写好的一个好处 好,这个呢,我们就要称为一个window 它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固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生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好,在这看为什么没有生成这样一个效果 好,是这里 我们要想是reset 而不是我们的一个layout 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就已经生成好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些重设样式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效果呢 是不是就达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儿呢,实际上我们推荐用的是什么呢 推荐用的是normalize这样一个固 好,看一下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再展开呢 注意看 这个时候呢,它是进行了一个样式的一个标准化 而不是进行清除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它 它的基本的原生的一个样式还是存在的 好,这个呢,就是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那normalize呢,它分为很多模块 注意看,normalize呢,分为这么多些模块 让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需要来进行处理 比如,现在我们就不需要forms和tables这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先给去掉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时间引入我们的一个需要的一些模块 好,怎么书写呢 直接写上我们的html5 注意看,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应该先用base 好,这样的话就生成好了 看一下,现在的话它会报什么呢 它会报找不到这个normalize version 这样一个mission,怎么办呢 找不到,那我们就试一下能不能引入进来 这样子我们来找到我们的一个找到的一个目的 现在呢,ok的 所以现在呢,就达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目的 进行了一个分模块的一个引入 那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base,links和html5这三个 所以呢,我们直接引入这三个就好了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重置的内容 好,除了重置的内容的话 我们还需要引入我们必须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haipos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做呢 我们跟它按照我们的一个类别来进行一个书写 这样呢,这样能够方便我们的一个维护 也增加我们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可读性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components 好,每个都按照这样的一个写法 好 这个呢,是有一定讲究的 就是说根据我们的一个加者的一个顺序来进行一个书写 在使用组件之前的话,我们还需要引入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局文件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来进行我们公共的一些布局样式的一个处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linkout里面的这个文件也需要引入进来 linkout 好,注意写法 这样的一个代码其实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一个标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想我们还哪一点被遗漏掉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还记得我们在说这个sars基础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默认变量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 在这个独立的一个文件里面设置变量为默认变量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引入来包含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重新覆盖它的一个值 好,所以这儿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来增加我们的一个可回复性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写我们的这个 来实现我们这个lt功能 接着来实现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默认样式的话 是就是我们刚刚所写的这样子 然后它的内部的话 注意看 这个p看起来是没有 好,没有margin也没有pending的 然后我们这个lt的话 是有pending的 看一下是上和下有这样一个pending 然后呢是1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来书写这样一个内容 记得是我们的一个pending 所以呢我们要对它的内部元素p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 处理什么内容呢 我们要设置它的这个margin 然后呢是为0 然后pending channel 然后0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一个样式是什么 哦 报错了 什么原因 检查一下 哦 是这里 多写了一个 所以它会造成这样一个错误 好 现在再来看 哦 这个地方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 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呢 没有使用include 所以呢 好 出现这样一个错误 好 看一下 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它的一个 好 注意了 现在它的这样一个高度呢 已经正确了 接下来我们该来做什么呢 注意看 它这个文字呢是聚中的 然后这些 嗯 大部分子都是聚中 这种聚中应该在哪儿去设置呢 我们推荐的做法是在哪儿呢 是在我们这个layout里面去写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写呢 好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 我们的一个htm的一个写法 什么呢 这样呢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整个全体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font family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设置为一个变量 叫globalfont family 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变量的话 应该在这边来进行一个定义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加上我们的一个注释 elt global 好 这个字体从哪来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边的一个字体 我们从这儿来进行一个拷贝 看一下是这儿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用他这个字体就好了 因为我们是模仿 所以呢 和他使用一样的 是非常不错的 好 default 然后还可以说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需要设计的是 我们的这样一个font size 这样呢 我们就过认百分之八 当然 不能少了我们核心的cent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注意看 现在我们的一个文本已经聚中了 然后就连文字也有它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效果了 现在和这个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 一个是颜色 一个是这个链接的一个样式 所以呢我们先来实现这个链接的一个样式 注意看 我们的链接是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的这个链接 它是这个A里面 所以呢 我们在 可以在这儿写 也可以在P里面写 把A呢 把A呢就放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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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平集 A里面怎么去书写东西呢 我们能够简单看出来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文本修饰样式 默认呢是空的 但是当我们的这样一个Hover或者是Fox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的一个像画线 好这个是我们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 线写出来 看一下 这儿呢就用到了我们这个 引用的这个复选择器 那这个时候的效果是什么呢 好 放上去 有带这样一个像画线的一个效果了 同时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个颜色 和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小 看一下 这儿呢是FontSize是16px FontWate等于600 那这个呢是我们这儿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FontWate等于600 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颜色了 好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一个颜色呢 那是什么颜色呢 哦 是这个RGB 好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颜色来进行一个复制 这种呢我们就不需要设置为变量了 因为它呢变化性不可能大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Alt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 虽然说不太相同 但是大体呢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有什么来控制呢 因为我们下面这个也是一个颜色 所以呢我们通过它相特别的一个样式来做处理 那这个地方由于和Alt是一个层级的 所以呢我们也要使用Fu选择器来书写 它呢就只需要设置一个Bankground 然后呢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色是什么呢 好是这个 所以呢我们给它设置上去 好到现在为止的话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就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它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当然微调的这样一种精细化控制的话 这里呢我们就不去做处理了 因为它这个精细化控制需要根据它的这样一个样式一步一步的进行调整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实现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实现这个七彩条 这个七彩条是怎么做的呢 它的原理呢是我们这个CSS3的一个界面背景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这样去也通过这个CSS3的一个特性去实现 再来看由于它呢是属于这样一个公共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组件的一个存在 好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名字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 好新建好之后我们记得怎么办呢 我们要记得在这边进行一个引入 作为一个组件的话我们要引入就放在我们的一个组件区域 来进行一个引入 叫PupStrip 这样的话看一下也没报错 好还是没问题 那我们就来编写这块的一个代码 好这个地方的话也有 由于要实现我们这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最开始的做法是怎么呢 Pup 注意了 PupStrip 然后呢 做什么 给它设定一个高度 我们在设定高度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零零点起这样一个前缀 我们可以把这个零给省略掉 然后呢设置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 注意了是这一块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整个这一段作为它的一个Bankground image 所以呢我们的这里的写法就是Bankground 然后呢粘过来 OK 好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效果有了吗 还没有 什么原因呢 好 是什么原因呢 好 这里呢 由于我们是新加的 所以说我们先不管 先重新启动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效果没有 OK 好 默认呢 是我们这个就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子 但是 你觉得这样这样的代码是 那个适合维护吗 容易维护吗 很明显是不好维护的 所以呢 然后我们呢 对它进行一个改造 怎么来改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一个组件 所以呢 我们需要写上我们的组件名称 serve 好 这样呢 我们定一个变量 它呢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颜色 我们需要显示哪些颜色呢 这里有红橙 绿蓝 我们就用红橙黄绿青蓝紫吧 这样一个简单一点 红橙黄绿 好 这个青色的话 我们的这边复制一个过去 就假设是它吧 好 红橙黄绿青蓝紫 好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用它来进行一个书写 那这边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是要构造好这样一个内容 怎么来构造 好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方形 这个时候 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呢 是把我们的这个方形 写的这个位置 第二种呢 是在我们这个HairPose里面 添加好这样一个方形 然后呢 再进行处理 在这个这里呢 我选择我们的 我这种方式 就是说 写在当前这样一个模块里面 这种做法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做法呢 因为它这个模块呢 是这个 这个模块呢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写在一起就好了 好 我们传一个position过来 然后呢 传一组颜色 就来可以进行处理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conals 进行一个复词 这里就会用什么呢 三目运算符 if 第一个呢 是条件判断 type of conals 如果我们的颜色 的类型呢 它是不等于我们的list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compact conals 转换成一个list 否则的话 既然是list 既然是list 我们就直接用它 就好了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干嘛呢 我们要声明一个list 这个list呢 叫gradent ok 好 我们使用compact 来声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计算什么呢 我们要来计算 我们的这样一个 每一个格子的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呢 是根据我们的一个colors 的这个数量来确定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wide 需要干什么呢 1 来除以我们的一个list 的一个数量 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conals 这个东西 注意了 这样出来的话 是一个小数 不是百分比 所以呢 我们要用percentage 来转换成一个百分数 好 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 基本的一些变量 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应该用for了 这个时候呢 会用到几个东西呢 一个变量 一个conals 的一个长度 所以呢 我们也把它提取成一个变量 防止重复 来进行一个计算 好 所以这里呢 就改造成一个learn 当然了 这个的话 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编程基础 否则的话 这段代码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好 从1到learn的话 我们来一次来计算 其实这里面的一个目的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这一堆东西给够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这个to right 这一个东西以外 red 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 这个red 这是百分比来算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这种做法 好 for循环里面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定一个参数 我们想把这个当前的一个颜色给拿出来 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 current color 就是我们 color的这个 好 这呢 接着定一个临时变量来存储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很明显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个代码可以看出 这一块的内容就是red 百分之0red 百分之14 这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 直接一个变量出来 然后呢 再来进行一个计算 好 这个计算咱们来了 我们有一个y的s 然后呢 我们要 乘以它的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呢 就是从i-1来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还有 canner 然后 我们再来算一次 这个weds呢 它就不简易了 直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值 也就是i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telf 接着 我们再来拼接 好 怎么拼接呢 利用我们这个list的一个join 把我们的这个temp 写入 拼到后面去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表明它的一个分割符 好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拼接 拼接好之后 我们采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这个missing 形成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返回我们的这样一个 内容 主要是什么呢 postation 然后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参数 好 使用它之后 这边我们应该怎么去写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就应该使用我们的include 这边的 panc ground image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就要使用我们的这个stripe 这一个局部 这一个方形 然后呢 我们传一个方向 再 然后再来传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颜色函数 哦 再来 再来传我们的一个颜色 我们的颜色是什么呢 注意了 我们的颜色的一个名称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作为参数 传递过来 就成了这个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生效 诶 看一下 红橙黄绿 这个颜色加青蓝紫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我们还想加颜色 怎么办呢 我们仅仅需要在这里面 直接加就好了 比如说 我们加个blank 注意了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12345678 有八个颜色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的内容的一个编写 好 到此呢 我们已经编写完两个部分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是整这一块内容 好 这块叫banner 作为一个公共的东西的话 作为一个公共的东西的话 我们同样也在这个地方 给它创建一个banner 好 好 sus 好 为了保险 我们创建文件后 先给它重启一下 当然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处理的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先给它重启就好了 简单一点 好 再来看 这个地方呢 涉及到有一个图片 图片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设置图片的一个路径 我们从这个config.ruby里面 已经看得到我们设置这个图片的路径呢 就是我们的images 所以呢 我们的图片应该在哪放置呢 就在我们这边 放置 images 好 放置之后 我们应该把那些图片烤进来 这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图片在哪去下呢 直接右键另称为就好了 好 下好之后 我们放到我们需要的一个位置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由于我们的一个项目打开 是在我们这个dist里面 但是这里面呢 又没有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 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好 这个时候呢 就要借助我们的这个gup file 这样一个功能了 在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复制html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多复制一点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静态文件 我们也一起复制过去 那这样的话是可行的 怎么来做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html下面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图片档 两个新的话代表读取我们多层目录 然后读限制格式 就是新点心 好 这样子的话就表示它要复制 所有的 像这样 那我们这个task的名字也就改一改 因为它已经和我们的不匹配了 好 看一下 把它放置在我们这个build里面来 再来跑一下能不能跑得起来 好 注意看 这个地方有错误 好 我们要动号 注意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css旁边 就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images目录 所以是ok的 好 那这个呢是 构件的东西 我们就只简单 理解一下就好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好 我们来这些不要的就关掉 我们首先还是先把我们的这个 基本框子给打出来 Banner肯定是有一个的 好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 原本的内容 我们来再来去处理 好 首先是Banner 我们看这个Banner 这个Banner 这个Banner 从这个界面上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两个margin top 它这里卷 它这里是panding panding上下 有24个px 好 我们再来看container container是满的 然后h1 好 这里呢有三个元素 h1 那么给心 还有banner toga 好 从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实现我们这个banner 它呢只有一个panding 所以说我们先把其他内容给处理掉 那 Margin 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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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ing的话我们有 include panding panding的话我们有 include panding 如果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加速我们的这样一个bunner 当然我们还得把这个图片给处理好 看一下在哪个位置 好这在我们这边的话它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 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直接 改成imageslogo ok 好现在我们这个样式就已经出来了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什么呢 注意看 我们这个container现在已经生效了 就是说需要用了它了 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 这个分割 也就是我们左边多少宽度 然后右边多少宽度 那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个三格布局 那三格布局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呢就要引入我们的这样一个suri 这样一个酷 好 suri这个酷怎么用呢 核心就是我们先给它定制一些配置项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就好了 有哪些配置项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global box sign 好 这里呢我们用变量的方式来处理 然后呢 columns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多少列 来进行一个布局 global box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每一个列之间的一个间距 当然 这个 这个里面是 是一个 这一个map 对于map的复制 我们是应该用动画来搞开的 然后呢 是global box 它的一个位置 这里呢我们使用inside 这样一个值就好了 使用它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 直接include 我们的border box sign 使用它之后 我们就能够自动 对所有元素呢 进行生成一个 我们指定的这样一个box sign 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container 进行一个布局了 container需要哪些布局呢 主要是我们的include 我们的container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设定一个container的一个wides 就是它的一个最大宽度 就是它的一个最大宽度 然后呢 containerfix 清楚浮动 浮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设计到一些变量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些sulid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我们的box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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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们一般用的是borderbox 然后呢 是sulid columns 这地方是12 由于我们习惯性是用这个12列布局 ge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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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container wides 这边呢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宽度 我们用90%和我们的整个官网靠齐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 再次查看 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好 看起来是没多少变化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里面写布局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的看到变化了 好 这里我就先简单实现这个的 往左靠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样式是我们这个setBrand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banner里面的 这个里面来设置什么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用宽度 我们就不需要人工去计算了 我们只需要用span3 然后呢 它就能够试到 我们用的是这样一个宽度 看一下 注意了 怎么来看 这个时候因为它没有行分割 所以呢 我们看不出来 好 没有反应 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报错 哦 报错了 什么原因呢 它说我们找不到这个borderbox 像一个密信 我们来选择一下代码 好 man.sus 好好注意了 我们使用了suzi这个库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引入 哈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在了 所以我们要 引入suzi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成功了 好 注意了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suz 就已经跑过来了 我们看它的一个宽度 25% 怎么来的呢 由于我们整个的一个 一个很 一个wides呢 是12等份 然后呢 我们占了其中三分 那就是12分之三 这个时候就等于四分之一 25% 好 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效果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其他我们就下节课再继续